我也知道如果以我自己的状况 我也很可能撑不到小朋友那个时候 也只希望说在这个短时间之内 这一段期间能够让他快乐地成长 能够让老二也能够健康地成长 趁着好天气单亲爸爸阿荣 推着罹患风糖尿症的儿子小红出门走走 看着小红脸上的笑容 爸爸阿荣就算再累再辛苦 眼泪还是往肚里吞 因为他不知道小红这辈子 还能有多久的时间陪在自己身边 一共有五次的吐血 前面的四次是因为感冒 他这种病也不能感冒 一感冒就会吐血 那另外的一次是因为上大号 他的大号已经从大肠小肠得积到胸腔 所以也吐血 因为他这种病的小朋友 他上大号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他必须每天要20分钟左右 全身是浸暖的 然后才能够把大号上出来 凤唐尿症属于罕见疾病 全世界不过17个个案 因为智商只有一岁 只会哭和笑 加上不小心务实蛋白质就会吐血 不忍心将孩子交给别人 爸爸阿荣白天自己照料孩子外 也只能趁着半夜孩子睡觉时 出外开计程车赚取生活费 我只能够做一个预防措施 我走着出门的时候把钥匙放在守卫室 请守卫帮我看 如果有听到哭的时候 赶快打电话给我 我再赶快从台中赶回来 其实他现在目前来讲 就是只能一直很辛苦的抚养他到 医学文献是做不到18 但是总是自己的小孩 自己生养的 一定要照顾 我们是希望鼓励他站出来 因为有很多罕见疾病的家属 其实不外乎都是有像他这样一个 一样的性酸血泪 大儿子患有罕见疾病 小儿子也因为亲度语言障碍 时时需要旁人照料 但请爸爸阿荣在社会边缘 努力求生存 为人父亲的爱 一语言表 让人感动 建日君台中采访报道